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好 我們剛剛在各組 當然我只在一兩組裡面 去聽聽學員們 夥伴們 怎麼去練出奇蹟的詢問 的確有很多挑戰出現了 可是這個挑戰可以讓我們學好多 所以我們現在來邀請夥伴 剛剛的體驗過程當中 你經歷了什麼 可能是困難 可能是轉折 可能是新的啟發 好 我們現在把時間交給大家來做分享 我們剛剛的練習也是出現了一個神奇的轉折 我是來訪者 我的困難挺大的 而且是挺絕望的 就是只有五百萬的現金 才能幫我解決這個困難 那我的諮詢師呢 他就來問我 他用奇蹟的問話的時候 他就上來就說 現在有一個神仙 給你五百萬 然後你會 你會覺得生活會怎麼樣 我當時頭疼一下就蒙了 我說不可能 你把我當傻子了 然後後來他又委婉的 又重新又問了幾下 然後也還說了一些其他的 可是我作為來訪者 我就覺得再也聽不到他其他的東西了 然後我就不太願意再去接下面的話了 這是我的一個感受 後來 後來那個林老師來自於我做訪問的那個時候 他沒有提神仙這個事 我知道他要用奇蹟的問法問我 他沒有提神仙這個事 他就說 他就看著你 他用那個眼神 他就看著你 在那裡笑著看著你說 如果真的 真的 真的我們有了這個五百萬 然後我們的困難解決了 你又覺得會怎麼樣 我那時候看到他的那個笑容 可能是被催眠了 我就 我自己就不由自主地就露出牙了 就覺得好開心 感覺 我的心裡就一下子鬆了 就很神奇 我覺得他沒有 我曾經想 他會拿一個什麼樣的神仙來問我呢 結果沒有神仙 但是 他那句話就好像就讓我瞬間就打開了 而且還放鬆了 我就特願意跟他談談那個五百萬 有了之後的那個事 這挺奇蹟的 這個確實 我自己的感受挺 我這會兒還沉浸在 擁有五百萬的那種喜悦裡面 好 這個議題裡面 蠻值得我們學習的 第一個 我們運用神仙啦 阿拉丁神登啦 哈利波特啦 甘道呼啦 等等的 誰決定 這個人用的事切不事切 誰決定 來訪者 所以我們要隨時去檢核 我們說出這句話 對來訪者來說 他可不可以收 這奇蹟詢問很重要 我們講常常被打槍的一個議題是 不可能 我們要重新定義什麼叫奇蹟 我們講到奇蹟 大部分都會馬上想到中彩票 那中彩票是個機率極低的狀況 也不太合乎現實的狀態 那這裡面有個心理機制 我們要慢慢去推敲 當來訪者說不可能的時候 你內在會有什麼狀態 我要繼續堅持嗎 他已經說不可能了 我繼續這樣問下去 他會願意回答嗎 這時候貼近還要來 我去聽懂來訪者說不可能 他在說什麼 細細去推敲 其實在說的是 我知道那個數目不小 大概要五百萬以上才能解決 他那個覺得很難很難很難 極難的狀態 你有沒有共情到 所以他內在的糾結是 好難喔 可是又好盼望喔 有沒有 內在機制你有抓到嗎 這是個極難的狀態 我覺得唯一的解決方法 又是 不太可能又好盼望 所以你要共情到那個極難 然後說好盼望 這兩個都有照顧的時候 比較容易過來 你再細細體會 所以這段日子 這個經濟負擔壓到你們 喘不過氣來 很辛苦 很難熬 要有五百萬真的不容易 可是它是個 救命的解決的唯一方法 如果 如果 現在 真的 真的 真的有了這五百萬 這五百萬 可以怎麼幫忙你解決現在的困境呢 所以我這段話在說什麼 共情 點出希望 點出希望 那個 它 卑微 又覺得不太可能的東西 可以被我們三個真的打開 有沒有 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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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了 五百萬 這五百萬 引導他去思考 可以怎麼幫忙 最重要的是去鋪陳他渴望的生活 那才是重點 怎麼得來的 那是後續要解決的問題 你先卡在 不可能啊 不可能啊 不可能就就卡住了 可是如果真的有 真的有 會怎麼幫助 就進入到可以解決 已經解決 怎麼解決的狀態裡面 那奇蹟 就是把那個卑微 又覺得不可能 真的可以呼喚出來 進入那個 感覺裡面 所以 呼喚奇蹟 也許我們可以換個詞 呼喚來訪者 內心最深的盼望 去聽懂他 覺得不太可能 又很希望發生的事情 去貼近的共情說出來 然後讓那個最深的盼望 可以被引導出來 所以也不需要用神燈 也不需要用別的媒介 一樣可以 當然用這媒介 對方可以收 來訪者可以收 是可以很好用的 好我們再來聽聽看 夥伴們有什麼發現 有什麼提問 我剛剛在那個是做諮詢室啊 然後看到後來 林老師這樣的一個演練 讓我深深的感覺到 就是在這個奇蹟問聚的過程中 有一個叫 運物細無聲 儘管這樣一個奇蹟是不可能發生的 但是我們會催眠的讓對方感受到 是有可能的 然後 這樣一個假設 的出現 是我們 資訊師希望他去的地方 但是要讓對方感受到 這個假設是可能 而不是讓他感受到 你要把我拉到那地方去 去想那個 朝那個方向想 就是在這個過渡的過程中 是有一個 讓人感覺到是有一個 不是拽著來訪者 是和來訪者一起走 這樣一個過程 嗯 我就想問的一個問題 就是說 這裡面其實是有一個假設的 是資訊師心中 內心 偷偷的一個假設 你覺得那個假設是什麼 假設就是這個五百萬有了 你 你怎麼去 處理 這樣一個假設 實際上就是他的期待 嗯 但是他 資訊師是會用期待來問他 把假設問成一種期待 這樣一種方式的話 其實是讓來訪者感覺不到 你在 讓我往一個地方在走 嗯 我不知道我這個理解 是不是這樣啊 我說說看我回應 看看有沒有回應到你 嗯 剛剛的練習當中 五百萬是 來訪者自己提出來的 對 所以 來訪者 對於自己提出來的解決方案 效果應該會蠻好 我的假設在這裡 他好不容易想出一個 可能是一個經濟上的負擔 需要經濟上來解決 嗯 所以他提出了五百萬 那我猜這個一定會有幫助 我的好奇是 這五百萬會怎麼給出幫助 幫助之後他開始會過什麼樣的生活 這比較不是我暗示要有 而是他已經給我訊息了 所以 對於來訪者自己想出來的方案 是非常值得珍惜去靠近去瞭解的過程 所以 至於有沒有什麼獨特的假設 應該怎麼走 我們那個時候 那個時候比較沒有 哦 就是您在自己 唯一的假設是 我相信 奇蹟可以打開渴望 嗯 最深的盼望 可以引導一個人看到希望 嗯 我剛剛在另外一組稍微說一下 叫要溫柔的堅持 為什麼我可以眼神堅信肯定 我剛剛有點說 你那個眼神其實會影響來訪者 來訪者可能的內在是 我覺得有點不可能耶 可是你怎麼那麼願意相信呢 那我試試看好了 我 我姑且信你一次好了 然後信一次之後 你又問 真的有了這個錢 我可以開始怎麼做 如果真的做了 真的有好會跑出來耶 越說就越起勁 越說就進入到真的好像已經解決的狀態 這就是起勤要問的一個狀態 那 可能會問我說我這個溫柔的堅持怎麼來的 我的博士論文就在研究這個 為什麼咨詢師那麼願意相信來訪者 這相信怎麼來的 跟咨詢師的成功的咨詢經驗有關 一次一次又一次 用這個方法 焦點的方法引導一個人探尋到他要的成功跟幸福 是可以達到的 所以我知道我這樣的引導方式 真的可以幫到一個人 所以我堅決的相信 你抖到這裡來看看 你下一站真的會是幸福 所以越做 越肯定 越做越相信 人性值得相信 這是相互相成 我越做越多我知道 這樣引導你對於你有幫助 所以我 我願意繼續試著這個方式做 所以咨詢師會越越肯定 我這樣做是有意義的 是有價值的 所以溫柔的堅定 可以持續做下去 那可不可以問說 其實奇蹟問句 因為它是用到假語怎麼樣 這本身是一個假設 只是我們充分相信這個假設 確定這個假設 是可以打開他的心門的 可以這樣理解嗎 可以這樣理解 好的 謝謝林老師 問一下就是 跳脫原本的思考 你開始進入我問問題的思考 就是去想問題解決的 非問題時刻的思考 沒有一定要 這個奇蹟一定會發生 而是我思考方式轉了 去體驗看看 我用這個方式思考看看 我看看這樣思考對我的影響是什麼 讓它可以有比較積極的 信念會跑出來 好 你可以補充 我想補充一下 就是我的諮詢師 他可能到現在沒有太清楚 有一點 就我自己的感受非常強烈的一點是 第一輪的諮詢師對我的那句問話是 如果你有了五百萬 你會怎麼花 你會怎麼花 我當時就覺得特別的反感 然後我並不是想去花這個五百萬 我其實是把它當成一種藥了 就這個藥我就吃下去 我的病就好了 那我不想去研究這個藥 而且我就覺得這個藥最好是 以後永遠不要再出現了 他雖然五百萬在你那裡的假設 是很美好的東西 但是在我這裡我覺得它是個藥 所以他第二輪在跟你提問的時候 他又說 那這個五百萬你會怎麼處理 我其實覺得他可能還沒有get到那個 真正我當時心裡想的那個東西 可是林老師的說法是 林老師又重複了一下 我就記下來 她說這個五百萬會給到你的生活 怎麼樣的幫助 我想談我的生活 我也想談他對我的幫助 這個我特別願意聽 就好像有這樣的一個差別 然後有了這個五百萬 你會過什麼樣的生活 我好想聽這樣的話 我不願意聽你怎麼花這個五百萬 你怎麼處理這個五百萬 我不想在五百萬上做工作 這個是我自己的那個 特別明顯的一個感受 我想分享一下 很真實的反饋 就是五百萬是手段其中之一 如果你聚焦在那裡 那這個有可能是 目前來說不是那麼真實的 馬上可以達到五分 而且來訪者很真實的告訴我們 這可能 不要再來一次 那個其實怎麼花 那個關鍵詞用的 對來訪者來說他沒辦法收 他其實要這個來幫助他 解決他的困惑 所以根本的要問的東西是 這個東西可以怎麼幫助你過 你最想過的生活 最想過的生活才是 我們要探索的主體重點 好 我們謝謝我們來訪者 真誠地告訴我們 好 那個林老師 我想有一個疑慮 我想問一下 就是在這個奇蹟詢問的這個部分 它有沒有就是不適合的人群 不適合的人群 你猜想哪些人可能不適合 就是比如說我忽然就是想到了 在我的咨詢的經驗當中 有一些青少年 他本身是缺乏現實感的 就剛才他們說到這個五百萬 他說不可能 這個的時候我忽然覺得 其實這個不算是嚴重的 他能夠分清楚現實和幻想 他說不可能 但有一些就是青少年他會 比如說他在沙盤裡面 會擺一些非現實的東西 就是那種幻想的世界 就是現實當中他有壓力 然後逃到一個自己想像出來的世界 通過這樣來緩解他的壓力 然後就是有一些 比如說有一些女孩她有煩惱 我臉上有痘痘啊 腿不夠長啊等等 她非常的苦惱 她特別渴望改變 我也想如果去奇蹟詢問的話 可能會對他有一些幫助 但我又忽然想到 在同一個女孩身上 她也存在一些 她會有一些妄想的傾向 就比如說她會相信什麼前世啊 她會渴望在現在遇到她前世的情人啊 她有一些這樣的表現 然後我會在想 這個奇蹟詢問 然後我們是用催眠的這種語調去 去表現出來 去影響她沉浸在這個氛圍當中 對於她的這種現實感缺乏 是不是有副作用的 或者說還是說更好的改變的 嗯 我有這樣的疑慮 一律 我回頭看一次我看到哪句話 可以幫忙回答 一樣的思考 我再說一次 不切實際的想像 可是她的希望 我們要尊重她 比如說那個虛幻的空間 擺沙盤 我們要了解的是 這樣的沙盤展現出來的生活情境 裡面重要的元素是什麼 吸引你的東西是什麼 比如說很多外太空的什麼東西啊 有這些的存在 讓你生活可以怎麼樣 我們把問話回到現實層次 我們要去理解 表面上看起來很虛幻的東西 回到生活層次來問 OK 那生活層次就藏著 你要的真正的元素在哪裡 那 虛幻的方式不是唯一的方法 可以透過其他方法來做 OK 所以現在好意思 很多想像力 很多打電動 或是很多電腦遊戲 充滿了想像的 可是如果 你怎麼避免它 現實跟想像區隔太多 所以我們要回到生活層次來問 回到生活層次的問題就是 這樣子的狀態 可以怎麼幫助你 改變你想改變的生活 解決你現在的困難 要回到這個層次 就剛剛說 500萬可以怎麼幫助你 過你想過的生活 會怎麼解決你要解決的問題 他想到是這個手段 他怎麼幫你解決 幫你面對現在的問題 比如說孩子是 我都沒有朋友 所以我希望這個狀態 所以你要問的是 這樣子活著重要的是什麼 哪些元素 這樣子活著怎麼幫助你 面對你的孤單 要回到問題層次 那就是回到現實層次了 那是不是一定要這樣活 他那個方法裡面會 合乎實際的東西會跑出來 所以就不用那麼擔心 一樣剛剛有講了 當來房子說的東西 越匪夷所思的時候 我們要做什麼 暫停 你請教他 搞懂他 理解他 你一定有 很好的理由 要這樣子活 所以你這樣子活可以讓我更知道 這樣子活滿足了你的什麼需要嗎 這樣子活著的特色在哪裡 這樣子活著怎麼幫助你解決了你原本現在正在面對的困難 就是回到現實了 這幾個問題就回到現實了有沒有 有 是的 好 謝謝林老師 所以奇蹟在呼喚你渴望的未來 渴望的生活 滿意的生活 基本上是你最滿意的生活 所以當滿意的生活描述的越來越多 越來越仔細的時候 你彷彿進入到 我已經活成這樣子 你去感覺像你最想要活的樣子 你已經活成這樣子了 你就會有能量去面對原本的困境 跟你現在 不可能 不可能 我覺得我好慘 唉呦 不知道怎麼辦 我哪裡做錯 我還可以怎麼做 這個能量是不一樣的 所以呼喚到問題不存在 呼喚到我最想怎麼過的狀態裡面 這個狀態可以幫助我 面對現在的挑戰的地方在哪裡 這個回到現實層次 所以很重要 不用急著區分 跟他早一點跟他說 這是幻想 你要現實一點 而是我們需要我們引導的方式 讓他回到現實層次 怎麼讓現實可以逐步的一步一步的做出來 改變最早出現的跡象 是銜接從想像跟現實的最重要那一步 這個後續的討論 就從這裡開始搭著 好 還有想到什麼嗎 我們的希望 我們介紹的目標的建構 也介紹了奇蹟的詢問 你們發現都是找未來 未來我想怎麼樣 我要去哪裡 心理諮詢要帶一個人去哪裡 當目標越清晰 渴望越清晰 你的路就越順暢 所以我們從貼近 現在走到希望 那還有一個量子問句 我們最後再來說 應該可以結合所有的可能 好 還是這樣林老師 比如說剛才夥伴問我 這個奇蹟發生 你最想過的那天是什麼 我這個就比較負面了 其實我呢 如果說有一天發生 那我就是獨自一個人 沒有任何人干擾我 不管我活成什麼樣子 那就是我想過的生活 但是這個真的是很難實現的 好 資源在你們身上 你們想怎麼回這個問題 不用我急著回答 你最想活的一天是 自己一個人 再多一點學習 自己一個人然後怎麼活 就是 就是說 我沒有成家那個時候 那個樣子 嗯 嗯 講起來還帶著一點點感傷 哈哈哈哈 小小的憂愁在裡面啊 這個 你最想活的一天就是這樣子 一定有你的道理 我們看看誰來接接看 你們最想問 市長 嗯 我就問 其實剛才是我是諮詢師啊 我之所以一直沒有 沒有回答 就是在這個訪談的過程中 發現目標 後來漂移了 從開始的那種 對事業的一個追求 變成了一個關係的一個 一個澄清 所以 所以在這個時候我也有些迷惑 剛才如果說再要我問的話 我可能就問 那沒成家的樣子 是什麼樣子呢 你可以多描述一點嗎 嗯 是這樣啊 就是沒成家的樣子呢 那就是說 自己能夠說的算 啊 自己想做什麼做什麼的那樣子 因為我這個性格呢 是不太善於拒絕別人的人 可以用 小時候聽父母的話 啊 中間呢聽媳婦的話 可能未來呢要聽孩子的話 這樣來形容 啊 所以你最想聽誰的話 啊 聽我自己的話 嗯 所以 回到單身的生活 跟你現在的生活 最不一樣的 你會說是什麼 這個是我 就是也是非常困惑的 我也想不到那個時候是什麼樣子 嗯 因為我 就是目標感不清晰 好像現在 從小到大 做的任何事情 都是別人給安排的 要讓自己去 什麼目標 突然間就更加沒有方向看 所以我聽到你不要繼續活別人安排好的生活 是的 你要的是 啊 自己做一回主 但是呢 做一回主 對 可是自己做一回主 怎麼做主還不熟悉 是的 對不對 對 可是你要自己做主 你要聽自己的話 是的 假如有一天你可以自己做主 聽自己的話 做自己最想做的事情 想想看喔 真的有一天 你真的可以聽自己的心意 所以 我今天早上想幾點起床 想吃什麼 想做什麼 跟誰在一起 都聽自己的心 別人別怕左右你 自己安排 那一天的生活 會怎麼活著 最有可能怎麼活著 這個 還得是自己仔細想一想 真的是 總是想不出來的樣子 OK 很有可能是你現在 很想做 而沒有做的 會不會有這些事情 說實話真沒有 好 OK 好 那你現在最討厭做什麼事 也還可以 是 反正現在也還可以吧 最討厭的 那就是現在的生活 生活方式 哪裏讓你討厭 充滿了這種壓抑感 壓抑感 對 所以最想過的生活裡面 我們說都聽別人的 其實很想聽自己的 可聽自己長什麼樣子 還不知道 慢慢再來找 我們從這個現在 不想要的生活裡面 再翻譯一下 其實這裡面就是 他要的東西在裡面 好 像可能還在初始探索階段 所以這個奇蹟還需要 慢慢的堆砌 慢慢的陪伴 才會建構出來 沒辦法那麼快 OK 好 謝謝林老師 我們是什麼時候才知道 我們要的是什麼 很多時候要經歷很多才知道 當然透過諮詢會快一點知道 那我們要問的問題是 我們什麼時候 會更快知道我們要的是什麼 從抱怨裡面去找 翻譯一下 不要這個 它的相反 基本上是你要的 只是要慢慢推敲過來 你在想是嗎 我不要 這麼尷尬的對談 那我要什麼 我要平順的對談 不只是平時我還要真誠 真心的告訴我 他真實的想法 所以我真實的想法裡面 我可以勇敢的去面對 找到確定的方法去解決 讓關係可以越來越好 你再來問問他 這是不是自己真的要的 很多時候因為太挫折了 就寧願不要 那個寧願不要不是真的要 所以我們怎麼去區分說 我寧願回到單身 那單身不是 搞不好不是真的要的 只是在一起太辛苦了 所以說我寧願一個人 所以有點被愛就說 我寧願回到一個人 只是說現在的處境的壓力 如果可以消除 甚至變好 那就是我們想要的東西 再回過來看 單身自己一個人過 跟好好的處理完 高品質的一起過 哪個又是自己最想要的 那時候再來做判斷 不然你就覺得 因為我這個太受錯了 我寧願不要這些 我寧願做這個 可是講到這個時候 你就覺得虛虛的 這真的是我要的嗎 對不對 會有一個模糊的過程 所以教練會引導一個人 他在辛苦的挑戰當中 如果可以解決 他藏著你要的東西是什麼 慢慢幫他 知道要的是什麼 跟他不再畫一遍 我們可以解決 你會解決 你就會解決 解決 解決 解決